整個全世界經濟都不好 除了中國之外還有一個是美國 美國企業是出現不均等的狀況 AI好得不得了 跟AI有關的軟體公司也很好 但是傳統產業跟其他的產業 卻不斷地出現了企業的破產潮 我們剛剛談到了8月的PMI 各行各業不管是業務或是訂單都萎縮 7月份它的耐久財也環比降了5.2% 也創下了新冠疫情來最大的跌幅 美國的零售商表示 主要的原因是消費者也出現了 他自己因為可能房貸利息太高 他的房貸來到了7.2% 所以他的收入根本就不夠 然後加上通貨膨脹 所以支出就越來越少 全球的央行年會裡頭 鮑威爾也提到 雖然通膨已經回落 但還是處在高位 所以你可以想像美國民眾的情況 而他也使得某些 比如百貨公司 屬於那種日常生活的 只要不是到非不得已 大家通通不願意買東西 這導致了美國企業的一番破產潮 2022封關時專家言由在耳的市場景語 在美國進入2023下半場後開始應驗 連輪會自去年3月啟動暴力升息循環 對美國企業積累的副作用整發酵成形 繼3月份中小型銀行爆發資金流動風暴 接連倒閉後一個又一個標誌性巨型企業宣告公司破產 落入債務重組 一年後 Yellow was one of the largest freight companies in the US specializing in less than truckload but the 99-year-old truck giant just collapsed They've been relatively close to bankruptcy at times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that Yellow 百年歷史美國貨運巨頭 巨峰時期一年業績上看95億美元 麾下有有3萬名員工 一萬兩千輛卡車 合作客戶遍及全球80國 商業版圖盛大且連續三年獲Fortune雜誌評選為 全球最佳貨運企業 然而新冠疫情爆發的三年讓公司營運一舉 蹦出裂縫 全球貨運天量萎縮 債務積累越來越龐大 疫情前的商業併購案來到疫情面前 全部成為巨大包袱 加上與卡車司機公會的合約談判 始終不順利而連帶造成財務負擔 Bed Bath & Beyond 美國50年老牌家具商 過度流電實體商店銷售模式走向死亡 推手不止亞馬遜 好市多沃爾馬 Best Buy 壓低商品價格多角化經營 一步步打垮以難敵電子商務熱潮 同時又轉型過慢的零售同行 下一次你去澳洲市場 你可能不會被聘請到聘請 反而你可能會看到這些紅色的工作 訂單 這是一個巨大公司的案件 澳洲市場全美知名快餐連鎖店 拖欠310名員工60多萬美元薪資 公司債務缺口龐大 在近期遭企業總部所在地 紐澤西州州政府勒令停業 從貨運業 零售業再到餐飲業 美國實體經濟隨著國內整體利率環境上升 可支配支出大幅放緩 越來越多企業不敵高利率而倒下 那個新冠疫情下資金借貸超級寬鬆的時期 低利活絡商業活動的時期回不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借款條件差的貸款企業 因銀行大幅收緊借貸標準 陸續出現了違約還款 最後因周轉不離 揮手再見 事實上三月才走過一遭破產潮的美國中小銀行 八月初又面臨一次風暴 由於當時惠玉才剛大動作調降美國最高等級的3A國債信用平等 知名新品公司目的卻接著點燃動盪 不但一口氣調降10家美國中小銀行信品 並警告接下來可能調降另外17家同值銀行信用平等 包括知名的美國銀行BOA 如今惠玉再度示警 如果機構決定調降美國銀行業整體信品 便可能對70多家美國銀行進行降評 並暗示可能的落馬者包括了摩根達通 聯準會7月份會議記錄重點 多數與會官員發表音牌論調 認為美國尚未脫離通膨風險 不排除未來進一步升息 強調全美通膨儘管降溫 但依然高得讓人無法接受 且當天與會所有官員幾乎都支持9月在升息一碼 即讓美國聯邦基準利率繼續上充至22年新高 來到5.25%至5.5%區間 帶領美國抗通膨到底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與準備競選連任的美國統領拜登 顯然以核族陣線聯絡 但美國的高利率環境不只對資金儲備不足的企業造成傷害 民間貸款人同樣衝擊巨大 聯準會8月公布最新數據 全美信用卡卡債總額已突破1兆美元大關 且僅止是4月與6月兩個月便積累450億美金 所以為了一年新的市場 逐漸倒卧在高利率环境中的 还有美国各大城市的 商用不动产市场 以美国最核心的城市 大苹果纽约的状况为例 整座城市的商用不动产 在新冠疫情结束 经济解封后陷入疲态 主因之一无疑是联准会的暴力升息 一路推高30年级的固定利率 抵押房贷利率 8月第二周利率突破7% 占上了7.08% 高不可攀的借贷成本 让商用地产房东不敌空租率率创新高 产生负现金流的庞大财务压力 最终因负担不了庞大的房产维持费用 选择法拍者大有人在 如今看来美国企业的集体破产 美国家庭的移卡养债 美国商用不动产率创新高的空租率 都是联准会 坚持连续升息 以抗通膨 忽略了美国经济信有体质 能否承受更高利率的庞大连带代价 美元作为全世界最受投资市场信赖的流通货币 造因利率环境改变而亮出的机械问题 会成回托雷美元的包袱吗 这无疑是美国的巨大麻烦 也是一个全新课题的开始 各种内容 好的 感谢观看